在大通 嬷嬷几乎是人们每天都离不开的主食 踏儿 花卷 油花 油饼 花馍 馒头 昆锅嬷嬷等等 在众多嬷嬷中一定不能少的就是五彩斑斓的大嬷嬷 味道调查员非常好奇 这大嬷嬷能有多大呢 颜色又会有多喜庆呢 调查继续 李清芳大姐说 五彩大嬷嬷有五种颜色 做好的五彩大嬷嬷绽放如花 色彩艳丽 香味扑鼻 白面 牛奶是制作五彩大嬷嬷的基础食材 至于具体放多少就要全凭惊艳了 面揉得好不好靠的是四两拨千斤的手劲 白色的面饼做好后 接下来味道调查员心心念念的五彩斑斓的各种颜色就要出现了 都要先放点油哈 香豆 香豆 这是红曲 这个颜色还很重的 颜色不重的话不化 红糖 还是出这个黑色 每层面饼都分别涂上菜籽油 再撒上香豆草粉 将黄粉 红糖 然后层层叠叠地落在一起 使红 黄 绿 黑 白 焦香呼应 变成了一个五层厚的大汉堡 李清芳大姐担心味道调查员手艺生疏 会破坏五彩大萌萌的造型 所以便让她做了个迷你版的五彩大萌萌 先给你做一个小的啊 好 放上一层 这样放上一层 这样翻过来 五层厚的大汉堡 还要用一个面饼包裹起来 就像一个大馒头 在大馒头外面 再放上小面花来装饰点缀 李清芳大姐说 最后一步就是把五彩大萌萌 放到蒸锅里 完成华丽的变身 在热力的作用下 面饼慢慢膨胀 将外面的面饼逐渐撑破裂开 五种颜色呈现了出来 这就是大通人非常喜欢的美食 五彩大萌萌 红绿黄白黑 五种颜色象征着五股丰登 也寄托着大通人对新的一年 人寿年风的期盼 eden pm 最后一祝福 都歌项后一会 comes by